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有CCEat Sky 不過這個是他專門的一個節目 我們今天要談什麼呢? 就是要談一下鄭國全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不是說大家沒有了記憶 而是記憶猶新的話 都知道 當年我是幫了鄭國全先生 找了我一位朋友去幫忙 讓他幫忙瞭解一下 整個事情是怎樣 有什麼可以協助他 今天我們看到 前兩天的時候 有一位女被告過身 男被告獲判刑三年 這件事其實 我們都很值得去思索一下 究竟問題在哪裡 Sky就跟我說了很多議題 這是其中一個議題 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聊一聊 因為我那位朋友 不說什麼 大家應該知道 就發了一段新聞給我 我一開始沒有看 後來一看 咦?原來是全哥那件事 我也有在這件事發了給全哥去看 但是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一點天網灰灰 疏而不漏 還有看到有很多事情 我們當年的問題 到現在 好像還未完全解決 Sky 你好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早上晚上好 看到這件事簡直是心痛 2019年發生什麼事 大家有時候好像忘記了 但不是的 看到今天這些相片 真的覺得很恐怖 這件事怎麼會發生的呢 還有究竟這件事 被全哥打到這樣 最後發生什麼事呢 判刑是怎樣呢 判刑就是判了暴動罪 還有另外一條就是蒙面法 加起來 同期執行就是三年的 但是 還有一條罪 其實就是沒有檢控 那條罪就是嚴重傷害 他的身體 這條罪 沒有起訴 就是留在法庭做一個檔案的 我看到這件事 我就覺得 不是吧 沒有理由的 這件事明明是 是在暴動的期間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 但是為什麼偏偏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那條罪 就沒有告到呢 我覺得很不合邏輯 接著之後判刑 那三年的暴動罪 三年 暴動罪再加蒙面法的罪行 三年 那個暴動罪就判得比較輕 還有其他那條罪最重要的 我就是覺得 這個整個畫面都是嚴重傷人的 根本就是 打到一個血人這樣 我真的覺得 怎麼會覺得是不告呢 我不明白了 還是律政司覺得 證據不充足 不擺上去停告 還是法官看了之後 不去告呢 這件事我們真的要問回法官才知道 但是現在以我們看 我看到大家一致都在說 就是不可能這樣 就是怎麼可以 大家公眾都看到的事件 根本 大哥你又說到這個事主 很不喜歡這些求情理由 就是關於那個 那個犯人的背景 犯人的背景 多高尚又如何呢 但是他犯法就是犯法 但是不是一個求情理由 我真的不覺得是求情理由 那既然他犯法 那你又要這樣求情 但是最後怎樣呢 判處又說的 判了之後 還要說幾句 又有高尚的職業 又說他其實 都不是有心去拆下這件事的 其實那個毆打程度 都是中等程度 然後就見到事主其實都受傷很嚴重 去到醫院之後就發覺 哇 斷了七條肋骨 很多的傷痕全身都 那既然斷了七條肋骨 很多傷痕 我們都見到的 真是人 就是如果阿全哥 真是不幸運的話 真是走了 就是你看到這樣的場面 就是 是不是天保佑他 就是知道這件事太冤枉了 所以一定要阿全哥好起來 那說真的 好起來也有很多後遺症 你聽到他周身真的很痛 長期看醫生 就是我覺得 怎麼可以 就是你們打到一個人這樣 而這個法官這樣的裁決 這些這麼薄弱的理據 你說打了多少 打了四分鐘左右 中等的 那為什麼阿全哥傷得這麼厲害呢 辯方律師又說 其實雖然畫面是恐怖的 看到的情況 但是他只不過是住了醫院五天 傷勢不是很嚴重 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他這麼傷 只是住在醫院五天呢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樣東西 會不會 嗯 那當日也有很多醫護的 那他送去哪間醫院 我不知道 但是 為什麼住五天 就叫他出來呢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只是出院呢 還是 由於 他就是 他們的人 所以呢 他就不想醫治他了 其實 當日我們也發生過的 香港 是 我們這些警察 進去醫院都是不醫治 就是不醫治他 冷待他這樣的情況 令到他病成 當然嚴重 又叫他出院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都有這些情況在 那我看回這個法官判的案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覺得這個法官 其實他這個人 是有立場的 有人這樣盛傳 我不敢說 他是有立場的 但是因為這個人 判決 加上這些事情 加上他很多 之前他有很多事情 都被人救病過 他在這個司法界裡面的事情 甚至乎我們前廉政專員 江樂士 都有批評過 這位法官 很多事情是不合乎的 他判的事情 都是跟 這件罪案來說 是不吻合的 所以呢 我就看到這件事 所以就找了大衛sir 談談 其實大衛sir 曾經說過這位 全哥的 看到這件事 這麼不公穩 接下來我們的法治 應該要怎麼做呢 要怎麼去改變呢 我覺得其實這些事情 如果有這些法官在 是不是有人包庇它呢 會不會就是裡面的 會不會律政處裡面的人 又有份合起來呢 為什麼那些判刑 要這麼遲才判到呢 這些罪案拖了很久了 這麼多單 萬多人 但是你一審了多少單 審了不多 但是全哥這件案一出來 全部都是嘩然的 因為太嚴重 但是呢 最後為什麼最嚴重 我們看到在眼裡的 最嚴重的是 嚴重傷人身 他人身體 這條罪呢 是沒有擺上去 還是怎麼樣呢 沒有解釋的 那為什麼只是報那兩條呢 但是我相反我覺得 說真的什麼蒙面那個 很輕巧 這件事 在暴動裡面嚴重傷人 他人身體 我覺得 沒有七年都不行 是嗎 戴維Sir你覺得是嗎 你覺得滿滿意嗎 我啊 當然覺得有些奇怪 天網灰灰疏而不漏 我就不知道那位女被告 為什麼會離世 但是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 其實那個判刑 我就覺得比較輕 首先看回李慶蓮法官 他在2021年7月7日裁定了一宗 中大2號橋的衝突案 就是在2019年的11月12日發生的 那件事 那時候 案發時 仍是中大學生 陳喜恒 和李大學生 李俊豪 暴動罪名 不成立 Ivy學生 張俊豪 和中大學生 鄧希文 暴動罪成 對了 陳及張及鄧 另外被裁定違反 禁蒙面法罪成 張令舍的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 不成立 其實我個人覺得 區所判的問題 雖然很多人就說 你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你做什麼可以 裝被法官判得對嗎 那判得對 我當然 就要讚 我們覺得判得不對 難道連發聲也不准發聲嗎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整件案件 我覺得 為何要把商人的罪 去 收起來呢 他那個收起來的意思是 怎樣呢 就是 這件事 就不去判了 不作起訴 只要留黨在法庭裏面 那時候 有一個最大問題 為何要留黨在法庭裏面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律師朋友 希望整件事是怎樣 那這件事 其實 令到我自己覺得 就是 剛才 Sky問一個問題 會不會是當時的醫護人員 不想醫 我可以 很實在告訴Sky 當初全哥 他的親人跟我說 和全哥自己親口跟我說 當時 其實是被迫要出院的 那個五天 其實是 好像是施捨給你 你沒什麼事 就出院了 但其實已經是內傷了 我們也看到 尤其是 當我上去律師行 和全哥見面的時候 我自己看到他的傷痕 和他因為糖尿病 所以傷口 就很難埋口 那個情況 是令到我覺得很心傷的 這一下 那時候 我就覺得 當初醫療報告說他沒什麼事 其實這絕對是錯誤的 還有 現在有一個逃兵 逃兵 應該是叫逃犯 被人在通緝中 許智峰 後來就用了一個私人檢控的方式 控告全哥安危險駕駛 雖然後律政司就加入了案件 而且撤銷私人檢控 但是整件事 我自己覺得 當初這件事 其實沒有獲得公穩的審判 為什麼沒有獲得公穩的審判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都是以政治立場去判案的 我覺得這宗案 其實是值得去檢討一下 甚至是再作出上訴 我覺得都是有必須的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早前有說過 法官的時候 需要去做一個審核 即每年要做一次審核 去檢討一下 究竟他的水準如何 這宗案 我覺得是很值得 法官做一個案例的研究 究竟李慶年法官 是否判得很好呢 我覺得是值得比較深入探討的 還有一件事 為何這宗案 令到我覺得不值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這宗案 其實當初 我跟很多有關的Youtuber 都做過一些影片 去分析當時的情境是怎樣的 你說全哥是否危險架石呢 絕對不是 我相信 你如果經歷了全哥的情況 你那個時候 只懂得保住自己的命 盡量不讓人打傷 你說傷害是否嚴重 我可以說是絕對嚴重的 你如果因為那一份 小小的 一張小的報告 就說沒事 你又怎知道 那位醫生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聽聽 當事人究竟是怎樣去說呢 還有他是一個長期病患者 這樣的喪勢 是分分鐘會令到他失去生命的 這個情況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萬一流血不治 那個情況會怎樣 或者施救遲些 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這些不是叫嚴重傷人 是蓄意去取人性命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整件事 在案發當日的時候 因為有幾百個暴徒 用路障 塞住深水埗的陰州街 我和大家說過 我一次在灣仔道那裏 我也是遇到同樣的事 我真的生氣得 我把他踢走 那時候 全國那時候 逃經上指 而群眾 這班人 這班黑服分子 因為 情緒激動 所以 不單止圍堵的士的車身 以及不斷敲打 那種敲打 是怎樣敲打 大家可以看一張照片 其實是把的士 敲到爛了 這個敲爛 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他是不是刑事毀壞呢 我覺得 為什麼法官 不在這件事上 作出一些判斷呢 整個的士是報廢了 損失了十幾萬 這些情況 是不是法官覺得可以接受呢 我覺得 法官真的要出來 說明一下 為什麼你這樣判 到今時今刻 你還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判案的話 是令到我們覺得 司法 還未完全乾淨的 我們去看到 司法界裏面 還有很多的 親西方 又或者不愛國的人 繼續在做事 這些 是不是我們可以接受呢 而且 那時候是拿著 一支削尖的鐵通 這支削尖的鐵通 是削尖的 這支削尖的鐵通 可以做什麼呢 大家知道 如果你被 削尖的物體 刺過身體 你都會流血 如果你是用一支削尖的鐵通 那你是做什麼呢 你說它是中等 怎麼為之判斷是中等呢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覺不覺得 這個傷害是一個中等的傷害 還是一個重度的傷害呢 你一支金屬棒 其實都可以去襲擊人 令到他身受重傷 是不是 而且六條辣骨 是斷了的 那些叫普通的傷害 七條辣骨 七條 那你說 是陰 你說這些情況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那你呢 其實當時 有幾多個黑衣人 去破壞的士呢 大概三十名 只是圍住的 另外一方面 也有一幫人 是把全哥拖出車外 用兩個字 叫做毒打 還有呢 用一隻腳 連續的踢他的臉 踢他的頭部 你傷害頭部 那件事很嚴重的 相信大家 有一幕大家看到 有一個年輕人 在深水埗的時候 執拾一些東西 被人用水喉蓋 兜頭兜腦 是不是 那個人看到那時候 你真的想哭出來 我那一下 那些 我是想問一下 你是覺得好玩 還是想拿人命呢 這是我們真的要很了解到的 所以我們是悲哀 是悲哀在這一件事 還有呢 包括 他說 包括第一被告 在內的時候 其實 這一幫人 是 真的 參加在一起 他說他是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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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探望他媽媽 我不信 經過 所以這樣做 因為他依著不圖 喂 你依著不圖 你在現場裏面有做過 那這個就是你有做的 對不對 我們以事實 你的動機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你任趕你就可以了 而且呢 你對駕的士的破壞 不止用傘 用鐵通 用錘子 用石頭 這些顏物去破壞車身 以及擊碎玻璃槍 插位到後鏡 診斷過後 我們就看到 就是 全國 頭部有多處受傷的 而且大家看到的照片 其實真的不外出 因為 你看到真的 很 很心傷 很難過 很難過 需要逢4針 4針的 4針的 左下唇 也需要逢3針 是不是 左邊 兩條肋骨折 右邊 兩條肋骨折 左邊 就有五條肋骨折 身體 多處 就瘀傷 和擦傷 左眼角膜 又出血 留院五日後 這樣就可以出院 喂 你的醫護人員 失職 對不對 你有什麼原因 是 我覺得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 整個案 我是覺得 是不公允 真的不公允 我覺得 應該 上訴 再審 但是 我們要看回當事人 究竟 他願不願意再做 因為 其實 事情 我覺得全哥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適事寧人 儘量 有很多事情 你不是押到上來 我根本就 不會做那麼多 還有 很多時候 說他 是有收到那筆捐款 其實他自己沒有收到那筆捐款 據我所知 這是一個 很實在的情況 而且更加重要的一點 就是 那個人 那個 被告 坐三年那個 他說 他案發之後 那時候 即時回家 沒有逗留在現場 參與毀壞的事 有別於其他案件 是有備而來的 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場面 喂 大哥 這是什麼辯詞來的 怎麼可以接受的呢 是不是 亂說 擺明是亂說 完全都不合理 聽到都不可能 簡直是 氣憤 瘋 就是我們的法治 可以去到這麼瘋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我們家超sir 真的一定要大大力改革 還有這些案件 一定要上訴 如果現在上訴不適合 就是 留待家超sir上的時候 全部啊 之前判的那些案 都可以去上訴 因為我覺得這幾年究竟搞什麼呢 全部立政處 和這一幫所謂的 我覺得是有顏色的法官 全部都在包庇這些黑暴分子 根本 他們就是 全部是同謀 又是同一否人 我覺得 如果不是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 這麼巧呢 全部都是 好像 編排了 對號入了這些 全部進去就OK的了 其他就不用看的 就是盡量呢 就說少些 輕輕些 說他七條立骨已經很好的了 可能他有一些不說了 我覺得這些人呢 真的覺得 你們真的很殘忍 你們真是同謀 都是兇手 你這樣都叫做 連傷人都不高 我覺得只是殺人 是吧 企圖 是吧 起碼都企圖 是謀殺 是吧 居人 我覺得 哇 真的這些案 不是這一宗是這樣的 很多宗已經是這樣的 像你說的 我們害怕 市民 我知道全哥之前 後來他們有說 有心理陰影的 是害怕的 就是他都不是很願意說 因為我也有看 大衛sir這些片 我就沒有看過他本人的 但是我看到他身上很傷 但是他都好像不敢說很多話 因為他真的嚇倒了 這樣還不嚇倒了 我真的覺得 如果我再跟大家說不了話 都很合理 因為真是幸運 真是天有眼 但是 天有眼 但是這幫人 依然 還是被人包庇著 因為 我曾經見到 有一些 我見過一些平台 有些人 都是因為這些法庭的案件 覺得很不公道 寫過很多的blog 那些 那些 還把那些判案有問題的法官 都放在那裡 他們就說 葫蘭小姐都說過 我們怎麼可以監察法官呢 就是大家看到不公平的事情 就說出來 大家一起把這件事 說出來 將你認為有問題的法官 列出來 我們看看他的判決 是不是真的嚴重離開 和這件案件差很遠的判決 所以我覺得 這些有心人 我覺得非常好 起碼我們知道 原來很多人都發覺 司法官的很重要 真是 連醫生都可以 和護士 都可以這樣對一些病人 很多人都不只這位先生 大家都看到 很多都是 拿一支疼餅 Panadol 就叫你回家了 這樣 哇大哥 這樣只給多少Panadol 叫我回家 你有沒有人性 或者在醫院很爆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沒有 和他們包庇其他東西 那你身為醫務人員 和伴侶你包庇他的傷勢 是一樣的 一樣是這麼離譜 還有這個許智峯在那裡 之前就在那裡想搞事 還想搞別人 私人檢控 當他私人檢控 大家聽到 哇阿賢 我告我的危險駕駛 我的危險是誰做出來的 就是我真的要問你們了 真是奇怪的 還說私人檢控 最後其實是一直這件事都在發酵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不公 那是說這件事 那令到呢 可能律政司就真的看到了 看到我們的民意 這麼沸騰的期間 他就撤銷了說 不批准這個 去告他這個私人檢控 是不批准的 這件事就解決了 但是都好像拖了一段時間 才是這樣的 所以呢 我知道受害人 全國 在這段時間很擔心自己傷成這樣 還要被人私人檢控 我一些子虛烏有的 罪名在我身上 明明我是受害人 你說到這件事是我搞出來的 那怎麼公道呢 就是你律政署 你都是受到大家的壓力 你都不是即時告訴我們 說不起訴 那你令到當事人擔心這麼久 自己還要捱這些 我有沒有錢打官司呢 為什麼我明明我傷得這麼嚴重 不是起訴的人 我先讓人起訴 聽到真的氣憤到無論 誰知道現在這些事 依然是不停在我們面前出現 我相信接下來還有大把 真的覺得律政署 必須真的要改革 拆散了它 真的要 還有掩控法官 我都覺得這些呢 都不是說不可能的 不是好像我們林太說的 法官是不可以批評的 司法是獨立的 為什麼不可以批評 他們繼續在這裡 到現在才說有一兩個 比較嚴肅的官 擺了一些那些 不經意的那些庭 那些小小的事情 不用搞這些事情 這些是懲罰嗎 他還在做的 要解僱了它 調到哪一邊就算了 不可能 他什麼時候又回來了 我不知道 這些真是離譜 還有這些官 加上之前 整天官親 都說可以讓他保釋那些 全部走路 還有一個法官 整家都走路 咦 那就是心虛了 怎麼會不心虛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們民間 真是 不要以為政府過度不出聲 更加要出聲 就是因為我們要出聲 就讓家室經常聽到 市民的聲音 就是重新檢視這些人 和這一堆法官 再人格審查 和判案判成這樣 我都要看你的背景 所以將來我認為所有 除了警察 除了所有 都要背景審查之外 還有看看他 即是有沒有外國國籍 我不知道他是為哪些人服務 所以搞到這樣 還有那些律師 又是幫人把官司 這樣又明白的 和之前法援署 又搞了一堆 私私授就明白了 即是告訴你 是爛透了 不過我有時都覺得 是不是鄭若驊一個人的問題呢 我相信不是 律政專員才是最核心的人物 所以曾經鄭若驊 曾經被人逼得很嚴重的時候 都解僱過一個律政專員的 大家可以看 之前有報導過的 即是說 即是逼得很嚴重 他要解僱了他 其餘沒有逼得那麼嚴重 他是不是開眼睛 還是他都被人在恐嚇呢 我不知道 你說到他們都沒有宏法 還有這些法官 還有這些 所謂大律師那些 公民黨那些 是什麼人 又是跟這些人同謀 即是我覺得這些 法官司法界這些 不公不可能再出現 真的天都要下雨 太過份了 真的生氣 這個我覺得是必須的 還有我們經歷過很多 包括很多外籍法官 說要辭職 不斷抹黑我們香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還有 剛才 Sky 說過 那篇文章 屈小姐的文章 是在2020年7月6日 那時候登出的 他說的是 一個很好的建議 他說 最好的監察方法 是將一切置於陽光底下 如果 每個法官 每宗判案 都有一個機構 好好地整理紀錄 給市民 媒體 隨時可以公開查詢 那已經是最好的監察 因為一次的判案 未必看得出問題 但是十次的判案 放在一起看 就可以看出 誰是公正言明 誰是傾斜偏私 舉例 某官判了三次襲警 摘彈彈的案 不是無罪釋放 就是社會服務令 但判兩宗街坊商人 都是以連計的露獄 很明顯 這個官的天平 出現了問題 同意當然是加一 所以最好的監察 就是讓當事人 知道他們被人監察 正如內地有了CCTV 和人面識別系統 罪案明顯減少了 那是因為盜察知道 有人在看著自己 以今天大數據的發展 要建構這樣的法官資料庫 應該是不難的 難是難是 有沒有人願意開這個頭 為守護法治 殺出一條新路 這個我們絕對同意 因為屈姐我們都知道 她是非常有智慧 以及對於很多事情的觀察 她是非常深入的 我們都期望 張舉人大法官 雖然很多朋友 對於張舉人大法官 是否可以做到 一個大法官增值的職責 是還有少許疑慮的地方 但是我呢 有一位朋友 是認識張舉人大法官 還有我知道中央這次去做的 為什麼被張舉人大法官上位呢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貼面無私的法官 她不會因為政治的取態 而去作出一些錯誤的判斷 她覺得司法一定要公平公穩公正 所以我對她很有信心 另一個層面來說 就是我們觀察到 未來的香港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要清晰 包括一些偏頗的人士 真的不適合再擔任某些職位 這是必然的 我們都希望 新的特區首長 可以在司法上更加出多幾分力 委任一位香港市民信德國的律政司司長 去擔任我們法治的守護者 這是我們最希望的 是嗎 沒錯 我真的覺得一定要 沒有事情看著 沒有網管 怎麼可以啊 還有真的 律政署裏面究竟還有一些 有權勢的其他 有份做的 有沒有AO在裏面呢 如果是有的 我相信也是有的 因為每一個部門都滲在這裏 我看到有一宗案是七個被告的 上庭 全部名字是打錯了 打錯了所有名字 上到去 尊登 跟這些名字都不配合的 是啊 尊登的 這樣就變成當庭釋放 哎呀 幸好 我們當日有一個強強 在法庭門口等著 立即拉回他 哇 這就是這樣 知道你們玩東西的 有機會 我不放心 還有有什麼可能 荒謬到絕倫 為什麼法庭文件放上去 出個被告 所有的資料都放上去 全部居然是個名字 全部都是不同的 串又串錯的 那這些還不是刻意 那為什麼呢 這些人用這個方法 已經走了七件出門口了 幸好當日我們一波 立即在外面撈回 如果不是呢 又是試過又是這樣 其實之前好像有一間水 所以另外警察也有警惕 不過就沒有那麼多人 那次涉及好像兩三個人 所以我們那次之後 我們開始警惕了 一定要 附著在門口 你看到他上籌車 我就走了 剛剛 但是 你出不出來 你一定判他無罪 因為全部都不對 那說什麼呢 一開審的時候 大家講一讀 走回去 那個法官搞定 當庭釋放 沒有這些人 因為都不是這幾個 你放上來 當然是無罪釋放 所以這些事情 我們真的要看 看多一些 還有 真的有些案件 我們真的要拿出來說 不是說 人家說了 我們不說 其實每個人 如果是 有心為香港 或者是 為這些受了傷的人 想奉一個公道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們是正常的頻道 大家一起講 同一把聲音 沒錯的 為什麼不追究 不可能 就算其他立法會員 看到 都可以 這些事情 都可以 去這個法律那裡提一些意見 將來怎麼考慮 聘請這些人的時候 是否需要他們審查呢 以及之前的審查 足不足夠呢 我覺得 就要考慮 接下來我們的張舉林大法官 會怎麼做 但我對他和大衛生一樣 我也是有信心的 我也知道 張舉林大法官 他真的是 一個包青天 所以 你也認識 我們很多共同認識的人 哈哈哈哈 當然要知道 因為我都 香港市民 我都會擔心 接下來司法界 會不會又是 大哥 又是這樣的 真是看不過眼 你也知道 我很多警察朋友的 你說他們做得這麼辛苦 去將這些東西 搜集所有的證據 扔去律政處 給你們審批 告不告 你們這麼多case 可以扔回頭 有很多他們說 不夠證據 不告 但有些是很無理的 到你扔到上去 真是 但是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去 排到上庭呢 即為了這麼多案件在這裡 我記得 其實我覺得 我懷疑一件事 如果你將一件案件拖得越來 人的記憶力 就會減少了很多 當每一個證人 或者是那個受害者出來說的時候 可能和當日發生的事情 都有些偏差的 因為記憶力的問題 幾年前 可能有些人 等一下我受到刺激 有些事情 不記得很清楚 但是這些就會成為 這些這樣的律師 辯護的理由 曾經試過很離譜的 就是法官變了辯護律師 都可以的 就是 所有警員想去做證的那些 全部都說這些警察的公辭就是不誠實 不接納 我現在很無契 到現在 原來都是繼續有這些事情 所以我現在講到多少呢 我記得多少呢 我都要講出來 因為 一定要找回公義 沒有公義怎麼可以 那就是和法紀亂了 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去看看這些事情 幫一下這些人 我們的聲音可能做了什麼 但是就是幫到他們站起來 或者幫到他們再站出來 我知道你上次再站出來 面對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是很大的陰影 我明白的 但是都勇敢一些 我們相信我們很多人都願意幫你們 就是我今天心情就搞不了笑 各位觀眾笑不出來 因為這些案件 我看完有些照片就哭了 我真的不敢看那條片 我看了一次我已經很不安心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就是 唉 很傷心 很傷心 但是不知道這些事情 還會有哪些人 是被人家冤枉的 突然間令我想起 很多人都會比較的 好像 是不是叫做元朗事件 那件事 我聽聞好像 他們所謂的白色衣服的 即是元朗的居民 有一些是用藤條這樣 判了七年那些 咦 那跟這件事 真的差那麼遠 為什麼 如果過過七年 那這個終身監禁 你那個雙倍都不夠 你看看對方的傷痕 和這些人的傷痕 你們來評價一下 用眼看的 不是我們說的 這些醫生幾萬活良心 這樣我覺得 七里五天 那五天 我真的可能完全不能動 你推也推不到我出現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沒有聽他親口說 但是 以我記得的情況 很多人真的一天都出來 可能你一天出來 我想你都怨的了 因為你都在懷疑 這個人是不想醫治你的 你走的走比較好 很多人都會去看私家醫生 好像當日很多受傷的警察 去到醫院一樣 被冷待 一樣是這樣 所以 情願就快點走去看 其他醫生 不想再傷上加上 所以我現在的感受 就是這樣 我很同意你的說法 非常之認同 百分之百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過去的事情 真是不夠膽忘記 真的 真的 想回過去幾年的日子 真是悟意熬 但是我們都走過來了 但是 還有很多案件未審 尤其是在我們做節目的今天 我們看到 吳海兒 何韻詩 他們 還有一位 嶺南大學的港師 被國安拘捕了 這些是值得我們 開心和恩惠的事 因為 為了法的人 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這裏 節目最後 我也要多謝 Ben哥 因為今天這條題目 是Ben哥 即是我的好朋友 Ben哥 提醒我們 我們 可以請Sky 講一講 有關司法不公的事 這件司法不公的事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說 如果以後 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在時事話頭 跟大家去詳細談談 甚至有機會 逐一集直播節目 跟大家講一講 雖然直播節目 最大問題就是收入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 有時候必須要做的 我們就要做的 好嗎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 再跟大家聊天 我們要斟扁這個時弊 多謝Sky 好 還有什麼要跟大家說 好 沒有啊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繼續發聲 多謝 好 感謝 拜拜 拜拜 各位觀眾 拜拜